黄晓明与baby一直是圈内的模范夫妻 不过近日baby就坦言两人也有些小摩擦 有一次挤完母乳 她吩咐黄晓明马上放冰箱避免坏掉 结果对方在谈工作动也不动 她就干脆不离人省起睡了 其实夫妻吵架并不是什么大事 吵不散的才叫真爱 高媛媛与赵月婷一起到上海为电影做宣传时 因为受到妈妈病情的影响 高媛媛一路上都沉默不语 赵月婷则独自一人前行 于是高媛媛走进休息室就立声质问赵月婷 而赵月婷双手抱胸似中耳未闻 高媛媛随即甩手离开 炫富狂魔蔡绍芬和张静则光是当街吵架就被拍到过好几次 蔡绍芬也自曝 怀孕时因为孩子的名字也会跟张静吵架 女神朱音和黄冠中结婚多年 一次素颜出街开餐期间就全程发火 黄冠中一直挨骂还不还嘴 另一次朱音带着女儿黄英在商场玩 黄冠中不知道说了什么让朱音立刻黑脸 对着黄冠中发连环炮后转身离去 杨幂与刘凯威当年也曾爱的你浓我浓似连体英 不过一次在上海普通机场 刘凯威推着行李车一路急走 杨幂跟在起身后一路小炮才追上 刘凯威全程黑脸不语 看来矛盾不清正军刘云爱吵架 在娱乐圈时出了名的 一次录制李轻的节目前 俩人吵得冒了烟 但几分钟后就好了 在激烈的一次 正军坦言两人在家里扔东西 把墙都砸出了坑 正军还当场把刘云买的上衣脱下人回 张卫健和妻子张倩爱情长炮 十年后才步入婚姻 但两人在意大利旅游时 却曾因一点小事在酒店里吵架 开始互摔衣物 最终一个穿着睡裙 一个穿着内裤 不慎都关在了门外 要厚着脸皮坐电梯找服务员 好声音学员张伟刚刚结婚八天后 就有媒体拍到 他们在地下车库争吵 期间伴随着一些拉扯和大声质问 原来张伟私藏的小金库 被爱情养业发现了 随后他还在微博分享了一张漫画 并写道 小金库死得比压岁钱还惨 好呀 好呀 3-4-2-1-2-2-4-8-4-3-2-1-3-1-3-2-1